这哑巴盔 林姨姐 还是咽下吧 姐 你现在扯这么一个大谎 很不好面对唐大人吧 你们是不知道啊 我今天早上上前院的时候啊 我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 可是这上涯时间都快到了 再不去的话 货人说邪话了 我都这样了 还有谁传我坏话 还能传我什么 视逞而交啊 仗着亲属关系在县衙 干闲职那招 行行行 我去还不行吗 帮我洗干净啊 大人 大人 早上好啊 好 好啊 吃过了吗 没有 咱 怎么了 那个 那个事怎么办啊 哪个事啊 朱大聪娶我的事 好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那宗伟林要是知道你骗他怎么办 到时候他给你硬赛事业 那可是明晃晃的内鬼做明堂啊 那你说怎么办呀 我觉得不如咱们一不做二不休 你 你要干什么呀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瞒他们一阵子 等到时机成熟了再宣布咱们分手了 那择日不如撞日 不如就今天宣布吧 不行 那多假 至少要半年 两周 三个月 就这么说定了啊 按照画本子的套论 那现在咱们应该属于热恋气 怎么表现甜蜜啊 那你写了那么多画本子 应该比我了解啊 你是我亲兄弟吗 对 还是你来吧 谈恋爱就是应该动手动脚的 这也不愿意 那也不愿意 师爷 师爷 这个 曲曲我已经抓到了 放这罐里了 你们 你们 你们是不是那个啥啦 你们两个 太欺负人了 什么味道这么臭 我刚才用这两只手抓了曲曲 你 干嘛呀 我继续抓啊 非礼物事 快进去 大功告成 约什么法三什么仗啊 我又不欠你钱 你得对我动手动脚啊 我们这还得在一起三个月呢 我得对自己有点保障 在不知情者面前 需配合对方扮演情侣 牵手前必须提前一日报备 对方不准以演戏的名义 趁机吃对方豆腐 必须在合情合理 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可以接触对方 和触碰对方的行为 否则视为违规 一次赔赴意料 以此类推 亲自版 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合情合理 又避不得已的情况呢 嗯 就 就是在朱大聪面前可以 在赵小六他们面前大可不必 可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县衙那么大 人来人往都看着呢 如果传到朱大聪耳朵里 你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那好吧 那就只能握手 只能这个样子 不可以食指相扣 既然你可以约法三章 那我也可以 你这人怎么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第一 不准私自调查桑洁一案 第二 不准私自调查金矿一案 第三 如果你要出官差 必须想报备 我同意了 方可执行 我可帮你破了杀人案 你还不相信我的实力吗 再说 我可是师爷 我凭什么不能查啊 我说不行就不行 就是这么霸道 你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么回老家跟朱大聪结婚生娃 要么答应我的条件 你 你跟朱大聪就是亲兄弟 比起人了一模一样 我跟他可不一样 他想娶你 我不想 我还不想嫁给你呢 大人 师爷 这个厨娘刚刚打出来的词吧 你们吃吧 对 吃啊 来 好好吃啊 大人 你们俩 不妙了 怎么讲 据我个人经验 这一男一女的感情走下来 一般分为三个阶段 热恋期 倦怠期 以及 更终启 什么意思啊 这年轻情侣 干柴烈火 王八看绿豆看对眼了 整日里是你弄我弄 就差没 我心思周遭旁人 这画本里 大部分的情爱故事啊 都是在这个时期里发生的 那 那那个 现在去呢 就是 两个人没有什么话聊了 该说的都说完了 该看的都看完了 得到手了吧 懒得换了 剩下的 就是互相找茬 挑对方的刺了 那 还有什么男人 送中起 对对对 送中起 少年夫妻老了一半 哎 得过且过过了半辈子 还是得留一个身边人 给自己送中 小六啊 那依你看 我跟师爷 这 这属于什么棋啊 倦怠期 离送中期不远了 怎么可能啊 我跟大人 我们俩才刚好了十二个时辰 热乎什么 我跟我娘子在一块的时候 恨不得天天喝同一碗粥 吃同一块饼 哪像你们二人这般冷漠啊 师爷啊 来 吃瓷吧 我自己吃 看看 吃尾 我自己吃 这 每个 Tob 好甜哦 小的永远无处 小的这就滚 这就滚 不行 全县呀 现在就你跟正过头 俩人打光棍的呢 我明白了 我跟娶媳妇 就差一口 好甜哦 我要拿一块 找姑娘一起吃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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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我也要拿一块 别添乱了 走走走走 我要娶媳妇 你 常飞龙 快 你又吃我豆腐